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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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不能 老漫 听给阿鲁的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别动 你 过去了 哥 过来吧 都别过来 人都别过来 还有你 你也别过来 杀了杀人啊 刚刚怎么不杀了 他之前是在撞上 他 出了 快快 公主 你挟持我 不怕我老板不放过你们 我要了给我们老板 走 躲下 蹲下 你们谁也别他妈动 把你他妈动一下我弄死你们 来 来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救他们 别啊 我跟你一起去 我想了 他们手里都有枪 太危险了 有枪你就不危险了 你要是不能保护好自己的话 你下去就要添乱了 懂吗 不要那么多了 走走走 走 我们是个人 都不如继续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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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拳就给你打蒙了 就你这样还去古农金呢 是吗 小岚 刚才不是挺有力气的 现在怎么没劲啊 人齐了 还亏我一直帮你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们 不要骗骗骗子说得这么难听 你们也信了呀 一丢丢的怀疑都没有 告诉你那个实话 装傻子还真挺累的 但是看到你们一个一个一个 被我骗得唐僧正的样子 我的心里就特别特别地爽 神经病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去一个地方 可是一直没去成 所以就待在了这里 那关我们什么事啊 你把我们放了呀 小子 你是真不同还是假不同呀 我和你们的目的一样 古同经 当我在沙漠看到你们的时候 我就猜测你们是来找古同经的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救你们 还有后边的那帮废物 对 你们到底什么人 到这儿了 你可能不知道 你们 是汪家人 你也要去 是吧 这儿了 我和你 马日拉也是你杀的吧 苏日格那个惨祸 连这点事情都处理得不干净 那她的作用就只有一个 就是替我去死 她是你妈啊 你真以为她是我妈 露鲜 我真的没有想到 下谷同经 你竟然不带久闻的人 你这一路主动接近我 果然是有其他的问题 吴歇 告诉你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之前来了一帮蠢财 还得浪费我去杀他 还没想到这次 居然有人带着气徒来了 有这个事 我们没有 你别准备 但我看到你背上的图示 我就决定动手 吴歇 把气质徒剩下的线索都告诉我 我知道的 都告诉他们了 还能告诉你什么呀 你和黎四对话我都听到了 把谷同经真正的路线告诉我 我最多就是让你们在这里自生自灭 要是你不肯说 那我就帮帮你 住手 还没关系 这是跟他们没关系 吴歇 吴歇 你说不说 吴歇 好 你不说 作为朋友我再送你一个 盖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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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简声 听简声 等等 你 你帮我好不好 姐 你放心吧 我 我不会伤害你的 那个马冒年 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呀 比如说 怎么去谷中经 这个我 这个我不知道 他从来没说过 什么都不知道 别说 别说过呀 盖罗 姐 盖罗 你这么说我很难败 盖罗 你放简吧 简 害怕 姐 我不会伤害你的 这群人里面 没有欺负我的 也只有你啊 伤害救我 我从来不欺负你的 不要 不要 谢谢盖罗 你 来 别动了 放我了吗 吴歇 好玩吗 作为朋友 我再办办你了 办办你 看看 快 看看这是谁 这是谁 吴歇 放开他们 我告诉你 走吧 你听说他说什么了吗 他说要告诉我 他说要告诉我 你们听到了吗 他要告诉我 我不想听嘛 吴歇 你太聪明了 我不能留着你 他不能死 留着吴歇的名 为什么 如果他死了 谁带我们去古同经啊 有他身边这小子的七纸图 还怕去不了古同经 你真以为这小子身上的图 可以破解所有的机关吗 苏南 你想怎么样啊 留着吴歇的命 到下面会有用的 你是看上吴歇了吧 放屁 你想没想过 你今天这么做 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怎么够呢 那我就说话呢 苏南 我告诉你 吴歇的命 我要定了 你会有什么样的 你要认识 他就在打死你 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 你会有什么样的 不 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 你杀了黎醋 我杀了王萌 咱们两个下古同经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 足以不错 你说过你要带我回家的 他现在不想带你回家了 他要带我回家 如果你不是汪家人的话 我肯定就相信你 走 走啊 走啊 快跑 我要孩子跑 快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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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孩子 走 给我往孩子里跳 好 往孩子里跳 你疯了吧 any 快哦 你啊 你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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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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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 不要停 我不行 不好意思啊 我晚了 穿这么担保 很容易感冒的 我乐意不行吗 其实是因为我临走的时候 突然接了一个急诊患者 我怕你等着急了 就慌慌张张地赶过来了 结果就忘了带外套了 我是怕你着凉 我看我穿你的衣服还挺好看的 其实下这么大雨 你可以不用来的 那可不行 上次我帮了你那么大一个忙 其实我是在给你机会 还我这个人情 你知道吧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 我自己就是医生 能搞定 那你多喝点热水 你平时就是这么关心女孩的 多喝点热水 你知道只有不解风情的男人 才会这样讲 喝水不好吗 好 你说什么都好 进来吧 好 谢谢 你发烧了 不是吧 这么夸张 没事 我喝点热水早点睡就好了 家里有药吗 有 你放心 我自己可以搞定 要不你先回去 等一下 谢谢 晚安 作人 我自己都没找到 swords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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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不想见到我啊 老板 这 这是什么地方啊 那小子 他没过来啊 他应该来了 他得在这儿啊 走 我们去找他 老板 老板 你说 这孩子会不会就是沙漠里的火车呀 他到一个地方 下几个人又去下一站啊 要是啊 也是环线 就不知道走一圈要多长时间 还挺烫手的 这儿 而且没有一点风 对啊 一点气流都没有啊 老板 老板 这是前苏联的卡车吧 老古董啊 这车在这儿很久了吧 金属在沙漠里很难生锈的 像这种腐蚀程度 这车应该在这儿停了半个多世纪了 这种轮胎只能在普通路面上开 像这种沙地 根本开不进来 根本开不进来 哦 你的意思是 这下面可能有条路是吧 再扒出来点干嘛 来 老板 这沙漠里发现尸体 可不是什么好照头 不过它穿得倒是挺特别的啊 这是欧美工程师的工装 像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风格 难道这儿以前有什么大的工程 好 你把它挖出来 可能这儿有没有什么线索 我去那边看看 好 这去 本上写什么了 这个纸简化得厉害 要不是这里没风 不然早就吹碎了 还是手表 到现在还在走 我估计它真的可能是某个高级工程师 而且这可能就像你说的以前 有个什么特别大的工程在这儿 好 来 我带你看个东西 这沙子里怎么还有房子呢 这不是房子 零五六应该是个编号 这倒是像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这儿是真正的 这儿是真正的 是真正的 穆石的 那是真正的 这个真正的 那我肯定是真正的 你也不能证明 这就是真的是古铜鸡啊 资料上记载 古铜鸡的沙子是黄色的 而这儿的沙子是白色的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们手头的资料是假的 我们所在的地方 还有那个戒碑 都能够证明 这儿就是正牌的古铜鸡 就算这是真的古铜鸡吧 那总得知道怎么出去吧 我们就不要指望别人能救我们了 只能靠自己 还有那片海子 那是我们唯一能出去的希望 那海子要是不动呢 那我们就在海子边 安度晚年 共享天伦 那我们真的是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也不能说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们要尽快找到驴簇 没准他背上的图能把我们离开 看见什么了 让我觉得更依旱的 身边还有个奇怪的东西 看你旁边那个容器了 已经被打开了 你的意思是 那容器里的东西 把他给弄死了 他怕被人误开门 所以在死之前 把自己反锁在里边 如果容器里的东西 有危险的话 他把自己锁在里面自杀 然后密封的车门 可以让外面的人 不受到伤害 不过事隔多年 橡胶的密封圈 已经老化了 也就是说 这个门已经没有密封归人了 我们在门口 聊了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死 说明容器里的东西 已经失去杀伤力了 你看 那骨头都碎了 很显然 是容器里的东西 让他发了狂 而且他应该不是自己 把自己锁在里面的 是被别人关在里面的 来 帮忙把他拖出来 好 老板 这儿有根绳子 快跑 快跑 走 阿滚 老板 我找到地图了 黎叔 黎叔 醒醒 醒醒 黎叔 黎初 黎初 怎么到了天堂你们还在啊 欢迎来到古铜京 来 你的背怎么了 我背疼 我现在又不疼了 这些车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天哪 这古铜京这个停车场啊 什么停车场 我看像是围城的一个环形的营地 不过仔细想一想又不太合理 因为离海子太远了 营地一般都建在水源的旁边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 吃什么 有一种可能 是他们把车围起来 想抵抗 杀陈豹 是什么 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存活率 但他们还都被困死在这儿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们碰上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 那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啊 那就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了 那就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了 他们想把海子围起来 怕海子跑掉 不知道 不可能吧 这海子是水啊 用卡车怎么拦得住 我都说了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海子会动 具体怎么动我们也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拦不住呢 那我们现在 还有可能活着出去吗 只要有水源维持生命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想办法 所以那片海子 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那光喝水也不行啊 整个人都喝水肿了 到时候也没有吃的 一样得饿死 这点你可以放心 这要这么干燥 喝再多也会风干的 再说了 可以和老板死在一起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吧 这马屁拍得我爱听 我们三个一起被风干 听起来就很有趣 最后成为了一个 自然的艺术品 大哥 你有病吧 我们都走投无路了 你还这么淡定 干我们这行啊 越是危险的时候 越要轻描淡写 到最后 你就没有那么痛苦了 你开心就好 那我们现在干吗 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吧 不过值得我们庆幸的是 他们是被风暴困死的 而不是因为水和食物 耗尽而死 所以车上 应该还有什么物资 搜一搜实体上 看还有没有什么干粮 说不定还有什么压缩饼干 罐头什么的 这儿这么干燥 可能还能吃啊 不会吧 他们要真是被风暴所困 也有可能是饿死的呀 你呀 一看就是 城市长大的小朋友 知道什么叫大风暴吗 就是风暴同时灌入你的口鼻 生生把你给憋死 明白吗 你要不想找也没关系 可以成为我们的储备粮之一 储备粮之一 我一心想要不要 小朋友 你怎会怕是在一站 或者咬着你的不想要 你自己给别人 去哪儿 我这儿 你都不想要 我那家太都得不想要 那家庭 他也不想要 你自己给你 你另一个人 这些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来到这儿 毕竟人已经死了 我们为他们立个墓碑吧 好啊 那里什么 古铜金防沙纪念碑 我的天哪 你上了这么多年学 宇文老师教你这个 能不能有点人文关怀啊 跟你这么长时间 你什么时候懂人文了 这些离开家里的人 对于他们说 一切都已回不去了 骊人骊人 就叫做骊人碑吧 不愧是祖国的花孤独呀 不错 就叫骊人碑 这三个字你会写吧 那当然了 我跟你们这些文盲可不一样 好吗 对了 卖脑子活我已经做了 卖力的我自己来啊 看看 我们来点赞 我给你来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上 从来只知张会长和尹老板关系好 没想到 外头的风流债倒不少 你们霍老板跟下人还真是无话不谈呢 那些都是私事 我以为张会长今天找我来 谈的就是私事呢 九门协会之事没有私事 更无封印 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 我以为张会长的人 知道了 把东西给他们 下手够快 但你的人这么做是不是 我们穷鸡公司 跟你们锦上猪合作多年 你们负责运输 我们负责销售 从未出过疲劳 你们霍老板吃不下的东西 都被你给盯上了 张会长 您这是想要重新整顿九门协会了 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生意 你的人都开始管起来了 佛爷说过 解放以后 不许再干那些勾当 以前我是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我就一定要管 这么多家公司的生意 你管得过来 我身为九门协会会长 我能管一件事一件 那些管不到的 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九门 我现在听到这两个字都想笑 你们穷鸡 不会也想落得 跟无邪的境遇一样吧 你们锦上猪可以明确表示 不遵守九门规矩 你们可以退出九门 到时 我们可以看看拿一边 是了方便 我们可以看看哪一边 使了方便 一幅好平乡 长着少轻黄 艰辛拉舌南北去 糖果和鱼墙 满身满心鲜明长 也不多体谅 分手一挥一勾一张 小海边疼 那来年少多感想 一心香难强 你来这别指望没人被你违房 天真真切记忆奔向 平天捞乱和做多深浪 小年心随随随随 不过天后不夹的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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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与霜 三十年 别失念 熬过民数已历险 只是时想 才像一面 回忆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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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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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 我信 不信 这种人 四周别必出现 自我不回这口甜 这心海响再见一面 好 上年星星祟祟长 可必去知心何方 今时我曾图形如 不过两冰雪霜 四十年 必十年 不过密书已离间 生死只想再见一面